醒目一响,咱们是即刻开书 昨天咱们小片播出去之后啊 我就发现上文说啊 可能大家对这个故事兴趣不高 可您别忘了 咱们这部书啊 主要讲的就是整个藏传佛教 全系的故事 咱们尽量多讲派系和各派系的高僧故事 乃至这些高僧所涉及到的寺庙 那其实您听书听什么呢 是给您灌树知识吗 我才没有那个本事呢 您就是想去吧 您没事坐在家里的时候啊 您听听书啊 您节节闷 如果您要想去西藏旅游 那我觉得啊 您把咱们这套藏传佛教故事 从头到尾听完了 当然还没讲完呢啊 一定会在您的旅行团队中 给您抬升逼格的 我保证 今儿开书以前呢 咱们先聊聊评论区的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声音就说呀 既然都讲到六世达赖喇嘛以后 格鲁派乃之藏传佛教 以及西藏政绩的乱象 好尽快的讲讲 萝卜藏丹经的叛乱 我们的大将军王十四爷和年大将军 还有月中旗军们和早日登场 您别着急 您说您不猫着绳子头 您能捣出来那头牛吗 我应您 很快很快 他们就将几个的陆续登场 所以说是热闹回目啊 还在后头呢 还有一位好朋友的问题啊 非常有意思 我必须得回答一下 这个好朋友说呀 这个有一幅唐卡的这个名字呀 叫士图三尊 其中呢 中间主作的呀 就是格鲁派的创派大师 宗喀巴大师 那上锤手呢 做的就是宗喀巴大师 最有成就的大弟子贾曹杰 下边一位呢 就是二弟子克朱杰 我们上文书刚讲过 这柯朱杰就是一世班臣 那有人说呢 为什么这师图三尊里 他并不囊括小徒弟 跟敦诸巴呢 这跟敦诸巴必定是 后来格鲁派掌权人 达赖喇嘛的第一世 得嘞 这问题啊 我可以给您解释解释 因为这幅唐卡 师图三尊呢 他所表现的是 对格鲁教创派有贡献的人 那么说这跟敦诸巴 对格鲁派创派就没有贡献吗 当然不是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您呢 在这个格鲁派 与萨迦派斗争的第一线 也就是后葬地区 一直在那个地区战斗的 就是达赖喇嘛一世 跟敦诸巴 可是啊 在这幅师图三尊的唐卡里 这三位啊 他有一个共同的称号 我这跟敦诸巴是没有的 他们有什么称号呢 他们都叫做干丹词巴 这格鲁派的创教大四 干丹词也就是啊 这宗卡巴大师 取下头上红色的法帽 戴上黄色的班智达帽 立志啊 要改变藏传佛教界的腐败 创建新教格鲁派的地方 这干丹词的法座 就被称作干丹赤巴 在格鲁派内部 是这样理解干丹赤巴 这一头衔的 他们认为干丹赤巴 是格鲁派教法的领导者 那么后来呢 随着这个达赖世系 越来越繁荣 越来越根深蒂固 后来又有了这个班禅世系 所以这个干丹赤巴呀 也只有在格鲁派的内部 才能显示他的崇高地位 所以这问题就很简单了 师徒三尊这幅唐卡上 所显示的就是格鲁派创派的 三位干丹赤巴 小徒弟呀 因为种种原因 没能继承干丹赤巴的 这么一个称号 所以他不在这幅探卡上 得了得了 咱们不能再纠结这些了 咱们赶紧往下聊吧 那今儿咱们要聊谁呀 咱们再聊一个分支 也就是这个康熙皇帝 新任命的外蒙地区的大活佛 哲不尊丹巴 忽图刻图 咱们要说这个蒋活佛 转世这些世系呀 不枯燥 因为他政教合一嘛 很容易就把别人听困了 您要是觉得还算生动啊 很有可能和我的语言习惯有关系 当然了 有很多好朋友批评我 说这种语言习惯啊 这不适合讲历史 讲多正经的事啊 都像是开玩笑 其实人活着干嘛那么严肃呢 任何知识啊 都可以换一种啊 让您听着就高兴的传播方式 可是我读到植不尊丹巴这一系活佛世系的时候啊 我感觉很有戏剧性 实际上呢 确立植不尊丹巴这一系活佛转世啊 比较晚 晚到什么程度呢 在格鲁派内部而言呢 这个肯定是比这个达赖世系和班辰世系都要晚 所以说呢 人家看着这套活佛世系啊 就比较完整 怎么叫完整呢 人家认定的第一代植不尊丹巴活佛呀 可不是格鲁派的某位高僧 他也不是藏传佛教的某位高僧 那远了去了 这个他们认定啊 自己的第一世的植不尊丹巴呀 降生在印度 是释迦摩尼佛前的五百比丘之一 然后呢 这个罗汉爷呀 转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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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世到第十五世的时候啊 就来到西藏了 名字叫做多罗那他 这多罗那他呀 可不是我们熟知的 这藏传佛教四大派系之一 什么宁马萨加格鲁嘎诀 全不是 人家叫绝囊派 宁可别小看这个绝囊派 也别小看 把这绝囊派呀 带到西藏的这位大师 多罗那他 这多罗那他呀 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啊 他可不光啊 是用这个汉语和藏语发行 他用全世界很多种语言都发行过 这本书啊 他有国际性 那您瞧 这事厉害不厉害 这1614年的时候 那年大概是明万利的42年 在那一年 一个西藏小教派的僧人 写了一本书 有国际影响力 那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印度佛教史 您瞧哎 咱们拿这本书啊 当他是一本这个佛学的学术方面的书来读 哎 这印度人呢 拿他当历史书看 那我们知道啊 这哲不尊丹巴活佛呀 是外蒙的一位活佛 那他们是怎么从西藏就去外蒙了呢 哎 就是这位多罗纳他呀 他先去的内蒙传教 怎么回事呢 那会儿啊 正是藏巴汗时期 第七藏巴汗时期 这第七藏巴汗 咱们当初啊 聊过 这个人呢 他不喜欢皇教格鲁派 所以他打压格鲁派 他喜欢什么呀 他支持的呀 是嘎举派 他一看着格鲁派呀 瞬间的势力就变大了 为什么呀 他抱上了这个阿拉坦汗的大腿 一下子就把自己教派的势力 扩展到内蒙古地区 也就是漠南蒙古 于是他呀 赶紧派他信任的 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人士啊 到漠北蒙古去传教 这个人呢 就是这位多罗纳他 您记准了啊 这会儿多罗纳他进入到外蒙 库伦一带传教 一传教就是二十年 他可是一位绝囊派的高僧 他并不是后来格鲁派的 四大活佛之一的 哲不尊丹巴 糊涂刻涂 那咱们前边啊 讲的够不够的这个 教派之间的斗争了 那斗争的结果就是 血和火呀 那怎么说呢 就是杀人和烧庙 那怎么就能把那么有 大成就的一位绝囊派的高僧 变成格鲁派了呢 您接着往下听 还是挺有意思的 到了末北蒙古之后啊 这吐谢吐寒 多布尔吉啊 就支持这个多罗纳他 在本地传法 这大家呀 都认为这是一位 有大成就的法师 就对他尊称其为 哲不尊丹巴 在藏语和这个蒙古语里啊 就是尊贵的圣者的意思 可是呢 按逻辑上说呀 谁也逃不过时间的审判 就在1634年那年 那多罗纳他呀 他原济了 转过年来呀 这卡尔卡诸王公就认定 在明崇真八年1635年 当生的卡尔卡布吐谢吐寒 滚布多尔吉的儿子 叫扎纳巴扎尔 这个孩子呀 哎 就是这个多罗纳他的转世 新的哲不尊丹巴 那这个转世而来的 这个哲不尊丹巴活佛 那明显是人家吐谢吐寒 是人家卡尔卡蒙古 中韩王的自己人 蒙古孩子嘛 所以呢 这帮韩王就集体 为这位活佛上了一个法号 正式确立了 哲不尊丹巴这一系活佛 哎 并且立这位活佛为法王 那您听出哪不对了吗 哎 对喽 这位活佛的确立 跟西藏教廷没关系 没跟西藏教廷打招呼 也不是按照活佛转世的遗轨 既没关胡 也没打挂 就是这帮子韩王土地主认可的 这个法王的称号 也不是西藏拉萨教廷啊 给予的 而是这帮韩王自己爹外 那这位哲不尊丹巴 二是哲不尊丹巴 这位蒙古王子啊 一天比一天大了 他就发现这样下去 肯定是不行 那我管一位活佛 我管有自己的法号 有自己的名号不行啊 哎 那我认门佛法不懂 我这个怎么能够让教民追随我呢 于是他就决定必须到拉萨去学习佛法 就是1649年那年 二是哲不尊丹巴呀 就跑到西藏去了 到拉萨去取经去了 哎 到罗那一看呢 哎 傻眼了 为什么 因为这会儿在顾史函的扶持下呀 这格鲁派已经一支毒大了 我估计当时拉萨的老百姓啊 连绝囊派是什么 他们都没听说过 那么说这会儿的这个拉萨谁当家呢 正是四世班禅罗桑雀吉金赞 和武士达赖喇嘛罗桑加索当家 对这个执尊丹巴活佛的到来啊 这二家活佛显得很高兴 这四世班禅呢 首先就接待了他 并且很痛快的就给他受戒 收他为徒了 于是这四世班禅就看这位徒弟说呀 那这个这样吧 说哪天啊 我安排安排见见你的师兄 哎 就是达赖喇嘛 到时候啊 你师兄啊 肯定啊 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哎 这折尊丹巴见班禅大师很和谐 哎 于是也没有什么戒备 没有什么防备 没有什么准备 就跟着老师去见师哥了 到了折邦寺 见到了达赖喇嘛之后啊 他发现呢 这达赖喇嘛在上边坐着不言语 于是他偷眼一瞧啊 呦 这个师兄的态度 可跟老师态度不一样 这年轻的武士达赖呀 哎 撇嘴搭了眼没的呀 在这个法座上蹲坐 只不曾丹巴偷眼看达赖的时候啊 发现这师哥正瞪他呢 过了半天呢 这达赖喇嘛才说话了 也没有什么亲切的称呼 直接啊 就问他 喇嘛是来拉萨求法的吗 那赶紧回答吧 说没错 我是来呀 这个学习佛法的 这达赖喇嘛说 那我和我老师 大班智达 我们二人呢 学习的都是格鲁派的教法 我们有什么能力 教导你一位绝囊派的活佛呢 我看你呀 也别回墨北了 你虽然拜了我的老师了 但是我们呀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传授给你 你就在我哲邦寺里 做个小沙咪吧 每天啊 挑挑水啊 劈劈柴 终了余生啊 也就罢了 这知尊丹巴哈一听 什么您呢 我挺大一活佛 这卡尔卡布的王子 我在你这成了苦修僧了 每天就是挑水劈柴 这哪行去呀 于是赶紧偷眼看老师 再一看这会儿的这个老师啊 四世的班晨大师坐在那儿啊 哎 已经开始冲嘴了 哎 真的也好 假的也罢 这位大师啊 睡了 这这这这可怎么办呢 还好啊 这达赖喇嘛 倒是没让他冷场 这态度啊 哎 缓和了很多 说那我看师弟这个意思 是还想学习完了佛法 回到末北蒙古呗 这知尊丹巴一听啊 赶紧站起来了 说没错没错 那儿还有教民呢 等着佛法度化呢 说我必须得回去 这达赖喇嘛一听啊 说那好 那你改宗吧 你放弃你的绝囊派 你改宗到我格鲁派门下 我就让你回去 继续做你的活佛 并且以西藏教廷的名义 正式册封你位 折布尊丹巴 张家呼吐克图地位 和我们格鲁派在内蒙的活佛 张家呼吐克图平等 那现在摆在 折布尊丹巴活佛面前呢 就只有两条路了 要不然就是同意改宗 还可以回到外蒙传教 然后呢 教廷还承认了他的活佛身份 二呢 就是留在折邦寺 做一名淡水劈柴的小沙米 我想啊 当时啊 瞬间 这折布尊丹巴 用屁股想都想明白了 不行 我还是得做活佛 我不能挑水劈柴去 就这样 这四世班禅 五世达赖 石头二人 做了一个套 让这折布尊丹巴 从这个绝囊派 改信了格鲁派 至此绝囊派 销声秘迹 这折布尊丹巴 也回到了外蒙 踏踏实实去做他的活佛了 那踏实了了吗 不踏实 折布尊丹巴的住息地啊 是厄尔德尼州 哎 就是光显寺啊 这地儿咱们不陌生 咱们讲过这光显寺大节 这老土谢图寒呢 死了 哎 这新土谢图寒登基 谁呀 就是这个 折布尊丹巴 活佛二世的哥哥 在一次蒙古 会盟当中啊 就得罪了一个人 谁呀 臭流氓 嘎尔丹 这嘎尔丹没份下去 说这哥俩呀 对这个达赖喇嘛的特使 不尊敬 从这开始啊 找一个茬也好 两茬也罢呀 准嘎尔 韩国就开始攻当 墨北蒙古 那打不过人家怎么办 这哥俩呀 就开始求助于 大清朝廷 康熙皇帝 最一开始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 非常不喜欢 这位一世 折布尊丹巴 那有人说 不是二世吗 对 他没去拉萨以前 那他是二世 在拉萨的时候 也可以称他为二世 后来这个拉萨教廷啊 正式的成了 他折布尊丹巴 这个活佛称号之后 那他就是一世了 那得呀 从这个教廷承认 开始算切 那康熙皇帝 为什么讨厌他呢 因为他呀 极力的反对 他的兄长 和这康熙皇帝会盟 他知道啊 一旦康熙皇帝组织 外蒙诸王公会盟 那么就正式宣布 外蒙的土地 并入大清版图了 那原来呢 我们还是军 那现在我们只能称臣了 不但称臣 在这个大清朝啊 这满蒙之间的 这个称呼啊 对皇上啊 还得自称为奴才 可是最后啊 他也看出形式来了 再不紧密的团结 在大皇帝周围 那就要让这个草原 孤狼 嘎尔丹弄死了 嘎尔丹 步步紧逼 哲不尊丹巴活佛 态度大转变呀 这才讨得了 大清朝廷 以及康熙皇帝的信任 在会盟以后 也就是1691年 正式册封了 漠北蒙古 大喇嘛 哲不尊丹巴 为大呼头和图 接管了这一个教区 所有的宗教事务 您看呢 这就是这哲尊丹巴一系 和康熙皇帝之间的故事 那这一系 还有其他故事没有 有 咱们的这个书馆啊 以后的书里还会讲到 咱们讲到 乾隆皇帝的时候 还会讲到 哲不尊丹巴活佛一系 也挺有意思的 这臭不要脸的事啊 全让他们家干了 我说这话 您还别不信 这种不要脸的行径啊 还被这个乾隆皇帝 刻成了石碑 摆在雍和宫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 这个在这个藏传佛教史 故事当中啊 讲哲不尊丹巴一系 就像讲二战史 讲意大利一样 反正啊 时不时的 就可能让您呢 能够会心一笑 那么这一系 活佛今天又如何了呢 今儿咱这视频超时 我也得跟您再说说 最后这一小段 1911年10月的时候 辛亥革命爆发了 巴士哲不尊丹巴活佛 在俄国人 沙皇俄国的支持下 于12月28日 就宣布了外蒙古独立 巴士哲不尊丹巴 他糊涂各图 就正式册封自己 为大皇帝 伯多格根 俄真寒 意思就是 圣光明皇帝的意思 这北洋政府 一上台啊 这原的总统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兵发外蒙 要收复师弟 整编的德谢师啊 头几仗 打的就是非常漂亮 就真用了那句话呢 这快马弯刀啊 在马进机枪下 就只能是能歌善舞了 乌兰巴托就在眼前 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了 南方革命党 北伐 桃源 这支部队 也只好就被调回来了 我们失去了最后一次 收复外蒙的机会 有人跟我抬杠啊 说这个外蒙独立 是苏联人支持的 那到底是苏联还是沙俄呢 那哥们应该好好去查 这年表去 现在呢 这折不尊丹巴一系 还在内蒙 还仍然延续转世 得嘞 今儿咱就聊到这儿 明天书馆可能真就该热闹了 这大将军王引提啊 明天可能就要正式登场